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验原理 利用带正电金属阳离子 能够在阴极上还原成金属原子 并附着在阴极上 使阴极重量增加 藉由所增加的重量 可以推测代测溶液中金属离子的含量 要使反应能够进行 我们必须来看阴极和阳极的氧化还原电位 这里可以看出 在阳极的标准还原电位是正1.229V 阴极的标准还原电位是正的0.337V 当提供电子流以后 它们的电动式总反应式的氧化还原电位差 是正的1.566V 因此提供足够电位与电化学适当反应浓度 该反应氧化还原会迅速的发生 实验器材 直流电源供应器 电磁加热搅拌器 纯水瓶 已经前处理的白金丝白金网 支持架 搅拌时 单头鳄鱼夹馅 250毫升烧杯 现在呢 这个已经前处理过的样品液 我们把我们的白金丝白金网放进来 白金丝中间的线 这里有两个孔洞 白金丝在中间 白金网在顶角这里 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烧杯一律是250毫升的烧杯 不可以用100毫升的烧杯 会影响实验 电解的空间不够大 里面有一颗搅拌石 那为了避免搅拌石打到白金丝跟白金网 我们现在必须调整高度 当你要开机之前 你要把所有的四颗旋钮转到最小直 最右边两颗旋钮负责voltage 最左边两颗旋钮负责current 点流 有两颗 一颗叫course 一颗叫find 这个是粗条 这是微条 那开机之前 先把全部选到最小直 红色的鳄鱼夹线接正极 黑色的鳄鱼夹线接负极 好 那我们接下来把电源打开 把output的灯打开 如果output的灯没有亮的话 表示你的正负极相碰了 短路了 那就要检测电解装置 接下来转动电压和电流 首先转course 给它一点点电压 然后开一点点电流 有电压 有电流 那目前必须要到一安培 这样就达到电解的目的了 接下来讲解电解的装置 白金网要接负极 白金丝要接正极 分别是黑色鳄鱼夹 跟红色鳄鱼夹 然后使用250毫升的烧杯 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组装的时候 搅拌时跟白金网之间 要有一段转动的距离 避免去打到白金网 另外你会看到白金丝和白金网 如果你用俯瞰的话 你会看到它们没有碰在一起 正负极是不会相碰的 避免短路 水的硬面加到剩下白金网的高度 还有一公分的距离 因为那一公分的距离 是作为测试实验 是否中了的高度 组装都没有问题以后呢 我们现在要把画面 看到直流电源供应器 我们现在把output打开 因为刚刚电压跟电流调整过了 所以现在是3.5伏特 1.06安培 来看电解的装置 会看到白金丝在冒泡 这就是电解反应的现象 阳极会产生氧气 白金丝会产生氧气 表示你有通电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阴极的白金网 开始出现红铜还原的颜色 那表示我们的液体里头的铜离子 被还原电镀到白金网的上面了 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要测试实验是否中了 我们有预留一公分的白金网的高度 现在我要来倒入新的水 纯水让它的高度约有0.3到0.5公分 你会发现液面底下有一个新产生的白金网的高度 然后看一下新生成的白金网高度 有没有变成红铜的颜色 利用这样子反复的观察 来测试是否有新的红铜产生 如果没有 表示实验即将中了 那为了让它更加的确定 我们在你最后一次判断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电流转小一点 目前是1安培 如果你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电解酮吸出的时间越来越缓慢了 实验即将中了的话 那你可以把电流调小 调到0.5安培 持续观察新生成的部分 再电度15分钟 确定实验已经中了 没有新的红铜出现以后 就可以准备结束实验了 但是结束实验并不是把直流电源供应器关掉 因为你如果在一体的状态之下 直接关机的话 会有逆反应 就会有些微产率的误差 为避免这种误差的产生 我们必须在通电的状态之下 将白金丝白金网拉离开一面 强迫中止电解反应 我们在关机就可以避免逆反应 最好在两人的帮忙之下 连同这个架子往上 这个离开以后呢 另外一只手才把output关掉 然后把电源关掉 那我把装置鳄鱼夹拔开 我们的重点在白金网 我们想要知道 度在上面的红铜重量有多少 因为它上面有电解液 所以我们必须做以下的前处理 已经完成电解的白金网 分别用纯水浸泡以后 再用酒精浸泡 然后到抽风柜底下 进行酒精的蒸发 让它保持完全的干燥 在此强调 绝对不可以把白金网 拿到水龙头底下 大量清水去冲 不但会把白金网 上面的铜冲掉之外 也会让这个装置受到破坏 以下都是最正确的方法 酒精可以重复使用 然后拿到抽风柜下面去做酒精的挥发 为什么是使用抽风柜的凉风来达到干燥呢 因为我们的样品红铜 不能放在烘香高温去红干 因为铜会在高温当中跟氧气产生氧化铜 这样子会使实验造成误差 首先呢 我们把抽风柜打开 然后尽量把这个门拉低一点 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就能让酒精完全的挥发 那怎么知道完全挥发了呢 要做三次的横重实验哦 接下来讲解如何将白金丝白金网洗干净呢 首先将白金丝白金网泡在6M的硝酸 这是重复使用的硝酸 所以目前呈现蓝色 浸泡完以后 白金网上的红铜会完全剥落 氧化变成二架铜离子 然后呢 再泡在自来水里面 泡三遍 然后再用纯水溜过以后 再泡在95%的酒精 之后就可以拿到烘香去烘了 好 那我们来看实验的过程 拿到烘香去烘 把它烘干 再将白金丝白金网交还给老师 这样实验就结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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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